自從早幾年和家人移居美國發展之後 就已經很少在香港現身的男神吳彥祖 終於都宣佈要回來香港拍戲了 但是今次Daniel要和太太和女兒分隔兩地 就說覺得很痛苦 今次第一次離開這麼久 雖然只離開了這十天 都很掛念家人 因為第一次 我去年拍美劇的時候 九個月在愛蘭他們也跟著我去 所以每天都可以見 所以這次是第一次 我女兒出生到現在離開最長的時間 每天有個習慣就下班 就跟她面試時間 不過Daniel就覺得女兒也不一定會掛念自己 嚴格的是我的 所以我離開了家 她可能有點很開心的 放鬆了很多 因為現在她剛剛上了幼稚園 她上了一個中文的幼稚園 但是她又不願意學中文 就每天逼她說 在家裡跟她說 她又不想 但是就逼著她 因為我唯一一個後悔 我小時候就沒有學好中文 你看看現在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希望她不會經歷我的事情 希望我會學好中文 那會否考慮帶她回來香港一段一次 看看如何 看看現在學成如何 如果再不行的話就回來香港 我會學成功 我會學成功